蹦踱 蹦踢 pour移 飻呼ー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今天第几天呢? 我也不记得了 上次说到现在应该有六七天了吧 有,大概六七天了 上次我们教华 学这个打跌的时候是第三步 因为第二步都是很简单的 第三步开始就是实际的練習一下 这个东西 可能他练到现在有一点睦圈 不是有一点也是已经很梦缺的那种 就是非常梦缺那种的 很难 通常来讲我跟他讲过 一般学DJ的时候像我们这样子的 学技术的话 学到半个月的时候就会想放弃 然后学到半个月的时候就不学 当你说一句话的时候 我马上就想放弃 对不对 真的耳朵很乱 然后很乱的 我们都知道 今天我告诉你 说一下我们的 你的下一步 先不到这个机器上面 我就跟你讲一下 也跟大家了解一下一个打碟 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就是一首歌 接一首歌 俗称通俗一点讲接歌 但接歌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你是数码电脑接歌就比较难 但你要用这种 纯手动的打碟机去接歌的话 那就要非常的 要一点技术含量 高中低音都知道 这一边是这一边的音量 这一边是这一边的音量 这一边是外面正在行走的歌曲 然后这一边的话呢 这一边就是 你要接的下一首歌 因为我们每一首歌 只有三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 一首歌其实它只有三到五分钟 并没有像你们说的 一直听下去的那种感觉 就这首歌 这首歌三分四十五秒 这首歌是四分二十二秒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刚进到一个酒吧里面的时候 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是这样的 它现在就剩下了一点点的时间就要玩了 音乐就要玩了 它会结束了 然后就到这一边了 然后你在这边又另外找一首歌 三分钟的歌曲 你要接这一边 当然你在打叠的整个过程当中 你这里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前面这个鼓声 这里就去了半分钟 加上你要接歌的那个时间点 后面还有一个半分钟 等于说这首歌 你只有两分四十五秒的时间来操作 两分四十五秒的时间 给你换歌 给你选歌 首先你要选一首歌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这两分多钟 两分四十五秒 你要完成它 对速度 监听 然后准音调整地点母 确定 通通所有的一切 在两分钟之内完成 如果你是外加喊麦的话 除掉你喊麦的时间 你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来完成 所以 所以很多人在看我直播的时候 就觉得 哎呀太 放这个串烧太那个了 很简单 很简单 特别简单 对吧 它不用对速度的 找歌你要花时间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这边音乐没有了 我这边我这边只要一放完音乐 我一接上来之后 我一接上来之后 我这里就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给我 两分钟我要从这边找歌 我最少我要找个三十秒钟吧 因为我要想它哪一首歌是 那我就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进来之后 最快的速度 我只有三十秒的时间 对速度 三十秒把速度对完了之后 我就叫三十秒 我要跟他们互动 喊来 永远 所以说打叠这个东西 你要是纯靠技术的话 就要完全靠自己的耳朵 它现在已经完全空缺了 这边放着的歌 跟你这边 自己听到的歌曲 耳机永远不能放下来 而且只能听一边 这边耳朵听外面 这边耳朵听里面 这边 这边要跟它走 它是主的 你是刺的 因为你每一首歌的速度都不一样 你放进来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 你要去调整这个准 调整它的BPM字 这边一直在行走 你不可能改变它的速度 去配它的速度 你只能用它去随它 然后等这首歌上来的时候 你找这首歌的时候 你要用它的速度去随它 所以打叠就是这样子 你们所听到的以为是串烧 其实在整个打叠的过程当中 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磨练 我玩够有点想放弃你的那种感觉 今天跟它说一下 可能它就有点碰碰圈 没有 其实也不难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打叠的时候 就经常看不见 这屏幕上面别人讲话 因为我所有的脑力分散 手 全部都要在这里 而且我的脑子 另外的话 我电脑里面有四五千首歌 每一首歌 都要把它记住 它的拍子是多少 前面是几个拍空谷 几个拍旋律 后面是几个拍旋律 所有的歌曲 都要记住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 你打叠出来的话 就会 听得出来 就很难听 接歌的时候 到时候 等到后面的时候 可能大家如果一直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 可能就会发现 以后的话呢 关于这个打叠的知识 跟大家普及 其实并不是说 咱们说打中文歌曲落后 什么落后 它所有的歌曲操作是一模一样 任何一种歌曲 所有的歌曲操作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 哎呀 你打这个中文歌好落后啊 不是这个样子 你英文歌你也是这么打 只是说你放进来的 歌曲的问题 你想放什么歌曲 你想打什么歌曲 就打什么歌曲 后期关注我们的视频 咱们跟大家分享更多 等一下我再交代一下 第三步的 他才 才多久 就已经风圈了 好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一步一步来 这是跳课给你讲了一下 再回到第三步去 然后第三步下去 咱们有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第七步 第八步 一直到第十五步 拜拜 Hello YouTubeB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农人DJ风风 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 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 有关于农村 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 感谢大家的订阅 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祝大家生活愉快